真的是春天到了 我感觉我穿上这个棉袄 我都有点燥热的感觉 在外面 现在的话就说实话 就是一般在北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像现在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还要低 就是这样 特别到夏天的时候会比较凉快一点 像这种房子 楼上两个又要叫了 喂他俩饭 这个在这放了一夜 我刚才闻了一下 这个味道还是比较重 暂时还是不能用 这个木头 有木头的那种木香味 也不像木香 反正就木头的那种味道 比较严重啊 还是需要再放一下的 这家伙吃的多香 一个果也没人和他抢 吃的贼辣辣的香 然后就有很多朋友啊 就说把他俩放下来 让他和笨笨一起玩吗 咋说呢 我还是在犹豫 他俩那个防疫针还没打完啊 贸然的放下来安全吗 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么说啊 我就考虑的非常多我这个人 就是担心的也比较多一点啊 今天天气还挺好的 要不今天这个饭啊 就把他们接下来 让他们和这个笨笨在一起啊 先试一下 试一天啊 试一下 我现在去把他们俩拿下来 待会他们一起吃饭吧 笨笨啊 你那个脚不太好 别往那里面跑了 你看你那个脚 走路都快走不稳了 一拳一拐的 你可别变残疾了 我跟你讲 唉 这只狗真的太不让人省心了 你慢一点 唉 你慢一点知道吗 你看你那个脚 都快支撑不住地了 是不是 是不是快支撑不住地了 我去把他俩拿下来啊 给你玩玩 看玩的来玩不来 玩不来他俩还得上去 知道吗 你别欺负他俩啊 估计你也不太好欺负了 就你这个脚 坏的 我现在上去 把他俩给拿下来 然后就把他俩给包下去了啊 看他俩能不能适应在下面的生 我去 你咋上来 去去去下去下去 走走走 下去 走哥们 走走走 真是长大了啊 都能上楼梯了 走走走 走 你的脚都那样了 还 还往上跑 慢一点慢一点 倒战 倒战了啊 这是他们三个第一次见面啊 这是他们三个第一次见面 这俩狗不嚣张啊 突然感觉老实了非常多 哈哈哈哈 不在楼上叫了吧 啊 还叫不叫 不能欺负他俩知道吧 啊 这俩 这俩狗战战兢兢的 我知道 这个小小黑狗 尾巴都夹到肚脐尔去了快 哎呀 尾巴都快夹到肚脐尔去了 还有这个白狗啊 俩狗都是尾巴夹到肚脐尔去了 啊 这是欺软怕硬的表现 是不是啊 欺负谁 欺负我 对吧 怕笨笨 嗯 这笨笨变成老大了 这么一看啊 哎呀 终于会合了 哎呀 三军会合 对吧 可以玩啊 笨笨 但不能欺负他俩 知道啊 这狗都挺害怕的啊 暂时可能还没有适应 嗯 嗯 小笨笨 你要上嘴吗 这是玩的还是认真的啊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管的 这如果是玩的话 我这个管就有点多余了 小白没事 没事没事 他都给你俩玩的 这俩狗有点懵逼啊 整体状态都 都非常懵逼啊 我去给你们做点饭啊 你们仨在这玩吧 别往下跳了 一会儿 天啊 都跳下来了 哎 这现在 我有点后悔 把他们都带下来 走路我都没办法走了 我现在啊 你们玩是你们的 哎 熟悉一下下面的环境吧 嗯 你要逆天啊 小白 哎呀 我的天哪 啊 你还想从这滑滑梯 滑上来 让他们熟悉一下好了 发现这个小黑狗最笨的 对吧 小白狗还能上二二阶台阶 这个小黑狗连二阶台阶都上不来 哎呀 我天哪 太笨了 哎呀 你你别跳了 你的腿不方便 跳个锤子 跳 哎 你看 嗯 嗯 嗯 正在给你们热水啊 等一会可以吃饭了啊 突然觉得我有点控制不住局面了啊 这三个流浪狗 这搞得我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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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无措的感觉 把他们放下来 嗯 嗯 嗯 哈哈哈 笨笨看不下去了 笨笨说你俩个笨蛋呢 上都上不来 还好意思在下面叫啊 嗯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欺负他俩 啊 这应该是跟他俩玩的 我这样也好 对吧 这狗一叫 他俩不叫了 安生啊 这倒是好事 嗯 嗯 总得有个牵头羊 对吧 哎 哈哈哈 你的腿都那样了笨笨 你别欺负他俩了 应该是我儿子吧 不是欺负的吧 嗯 三个公狗 哎 也发生不了啥有趣的事情了 嗯 安静了 安静了不少 哎 你干嘛 我又 嗯 嗯 嗯 好好好 这么一看啊 这笨笨这家伙性格还是比较强势的 看出来了 哎 我上次看出来了 给他们三个做饭啊 不要着急啊 都说我水放的多 那这次水少放一点 等一会儿可以吃饭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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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个还是要多磨合 知道吗 多接触 嗯 不然的话 你们怎么搞 嗯 你们怎么搞 嗯 哎呀 我都快急死了 看着你们往这上面跳 真的是 这样的话 哇 上的不就方便了 来 上 来 上 哎 这个小白狗 掌握住诀窍了 哎 来 上 该你了 来 上 你个笨 你个笨 笨 来 从这 哎 对 从这 哎 这家伙成功 哎 上来了 终于成功上来了 准备吃饭啊 今天是三个的会餐啊 你们三个第一次在一起吃饭 第一次在一起吃饭啊 希望不要发生打架的线呀 来 来 哎 你咋 跑下面去了 来 吃饭 你看 这个笨锤子 哎 这就很有意思了啊 这就很有意思 他 这个笨们竟然没有欺负他 这个就很有意思 再来 哎 哈哈哈 我不是给你垫的有这个 从这上 从这个上 从这个 君子以自强不息 来 你成功逼过了 我帮 来 来来来 来 来 哎 对 从这个上不就好了 吃吧吃吧吃吧 哎呀我里天哪 本来以为吃饭的时候啊 本来以为吃饭的时候 这个笨们会咬他们俩 没想到竟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笨们竟然不忽实啊 这一点真的要给他点个赞 这一点特别的好 真的特别的好 实话说 不是假话说 是实话实说 真的很好 笨们竟然 笨们竟然没生气啊 本来我刚才还想着把这个狗拿到这边 让他俩一起吃的 看这个情况不需要啊 只不过是笨们在有意的在 在刚才用头在挤啊 在挤这两个狗 在挤这个白狗 看来刚才的一切啊 大家所见的一切啊 都是在笨们在跟他俩玩 笨们没有 并没有说要想要伤害他俩 对吧 吃饭还是很和谐的 这就好 这就好 桃圆三兄弟啊 你杀结义吧 三狗结义对吧 哎 笨们啊 你完完蛋了啊 你吃不到嘞 啊 这笨们说 哎 我去你不至于吧 啊 你不至于吧 你点地上剩下的 啊 我靠 你这么谦让的吗 我 我的天啊 发生了什么 你吃吧 你去吃吧 我的天啊 这时候发扬什么敬老爱幼的 对吧 该吃吃吧 吃到嘴里是你的 是不是 我的天啊 看你那个脚啊 我的天啊 笨笨的 吃完就在这这上面休息 知道吧 要能和睦相处 知不知道 不要下来 至少暂时吃完饭 不要下来 知道啊 出太阳了 可怜的笨笨 我去 我去这脚是越来越拐了 怎么 我里天哪 你都走不直了 你那个脚 我去不是吧 靠 你去求吧你 你这个脚 靠残废了 我里天 哎呦我天 这个笨笨的这个脚啊 我看着真的是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不知道会不会恢复过来啊 也没有踩到什么东西 我刚才看 也没流血 这是怎么感觉 天哪 怎么越来越严重啊 我去 看过我视频的 大家应该知道啊 我奶奶距我家很近的 也就才200米距离啊 我就带他去那玩了一会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我里天哪 他这个脚 吃饱喝足后啊 我考虑了一下 还是不能让这两个狗 和这个笨笨放在一起 现在笨笨这个脚都这个样子了 放在一起 真的是事情太多了 真的是一点都一点都不安静啊 真的不能放在一起 我把他俩给拿上去 我把他俩又拿上来了 不能让他俩跟那个笨笨在一起 现在笨笨正在受伤啊 如果他俩在下面的话 到时候 我看伤情会更加严重了 不知道这都是什么事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去吧 刚才笨笨那个脚还好好的 跟他俩完了一会 那个脚就 好像有半只脚都翻过来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我的天哪 这怎么能行的 啊 真的是 人家说那句话叫乌漏偏风连夜雨 真的是 哎 不知道咋说 让他在这边 好好休息吧 这脚都 整个半个前脚掌已经 我天哪 啊 你怎么了 你这个脚怎么越来越严重了 啊 你这个脚没事吧 啊 没有流血 走个路 啊 走个路都把你走残疾了 怎么会 你多休息吧 你回去休息吧 你别跟他俩一起玩了 去吧 去吧去吧 啊 啊 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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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